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前期 毛主席急招林帅回京 并与林帅分析 如今的美国若想驻亲中国 存在着三个致命问题 那么毛主席所指出的是哪三个问题呢 1950年时任中南军委会主席的林帅 在接到毛主席号召后 急切地从当时的广州考察地飞往北京 见面时 毛主席对林帅一发怕风怕光怕水的身体状况 表示慰问 并在此后与林帅就抗美援朝的军事谈论起来 如今新中国刚刚成立 我们也想和平安稳地建设国家 但他们却不给我们机会 说要把朝鲜半岛领占 林帅知道这是毛主席在请他过去担任 抗美援朝的总指挥 但林帅却去不了 除了自己愈发下滑的身体状况外 还有另一层原因 他担心这场朝鲜战争会进而上升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人民已经失去太多太多了 根本无法再承受起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 除此之外林帅还向毛主席劝劫 说以解放军的小米加步枪是很难战胜联合国军的飞机坦克 并表示只是为了朝鲜的几百万人就将战火烧到新中国 这是不划算的 对于林帅的劝劫 毛主席只是叹了口气 这看似于我们没关系 可唇亡齿寒 没了朝鲜半岛 新中国周边又哪来的安全可言呢 为此毛主席还特地为林帅对中方参与到朝鲜战争的结果做了飞行 自二战结束以来 得以于美苏两大国冷战的牵制 世界各地也只是呈现着局部小冲突 至于大冲突 则是谁也不愿开着的头 但如今的抗美援朝却不一样 为了发动独义之战 美国召集了加上法国英国希腊等15位西方国家代表 而对立方则是中国这一社会主义首要国家之一 一旦中方落败 苏联的盟友就会跨越冰川赶往战场 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毛主席认为林帅的担忧是多余的 对于此战的结果我们都考虑过了 最好是局部战争 两方打着达成平手 签订南北合约 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让步 将朝鲜恢复成开战前的模样 坏一点就是把战火烧到了新中国领土 但我们不怕 毕竟这些年都走过来了 大不了再晚几年建设嘛 最坏的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大碰撞 但这样我们也不怕 话语一出 林帅几乎是提着嗓子 从当下时局来看 美军远渡成阳来进攻中国还不现实 因此后两种结果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原因有三 毛主席的睿智已看破的问题所在 毛主席认为 美军几乎不可能入侵中国 原因有三 其一 美国若想入侵中国实在无现实 他们距离我国有整整一万多公里的距离 中间还隔着几片大洋 若是强行前来 不出长途跋涉中士兵人员休整问题 就是部队一来二去的运输 也会耗损美军的大量军事资源 而因为距离过长 后续的运输补给也远远不能跟上 甚至还会被武方强行中断 实在不一致 其二 中国幅员辽阔 对于美军来讲 若想在中国作战 没有个几百万大军 很难在中国战场获得长久性的胜利 就算来的人多 凭借着对各地域的极高向性 我军也能与美军打游击 一步一路消耗他 在他凡不胜凡之际一举他下 就像当初红军战士 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那样 其三 最重要的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美国兵员不足 如果真的要出兵中国 那他在本土 也要驻守几百万的士兵 维持国内与国际的安全 也就是说 美国要征招将近一千万的士兵 投入到这场战争 以美国的人口幅度 这么限时 而伴随着战争的激烈化 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声讨 会变得更加剧烈 没人想让自己的孩子 一刻死他乡 竟然呼吁阻止 美国士兵的征召 面对这样的美国 在长期化作战下 胜利的一定会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背后 就是祖国 没人会因为短暂的危机 而抛弃它 出于对这三个问题的考量 美国几乎很难入侵中国 毛主席如是说 抗美援朝是正义的战争 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却是邪恶的 反动的 用毛主席的话来讲 一切反动势力 都是齿老虎 哪怕美军 真的来到我国的领土 相信以解放军战士 英勇的姿态 也一定能取得正义的胜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